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未完成的部分 在这里我们把楼梯以及电梯的部分把它完成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图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电梯的车厢 这边有一个方形 那这里这边有一条线 代表是我们的这个梯厅的楼板的线 那我们也要把它画起来 选择画线指令 将这个线段连起来即可 那么车厢呢 基本上并没有固定的尺寸 所以我们就照这个图 大约的位置 来画出一个矩形就可以了 那记得这个后方 还要留下这个平衡锤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线 把它画上去 再过来我们看看这一个车厢 基本上有打上一个叉 好 我们就也跟着卢法炮制 把它画出来 那这边我们先烧停一下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地方 所需要的图层还有哪些 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呢 把它建立起来 在上次绘制的时候 我们仅建立了柱子以及墙壁 那我们把剩下的图层把它建好 好 这个是隐藏线的图层 五号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输入颜色的代码 五 它就会找到我们这个颜色了 另外我们来点选 如果在这个窗户里面 并没有看到你要的线形的时候 可以选择载入 然后往下卷动 它是按照字母排列的 选择hidden之后把它指定上去 这边的话我们就将hidden这个图层 换成了我们的这一个隐藏的线形 再过来我们来输入handrail 这是一个楼梯副手女儿墙的图层 颜色是9号 再过来会有一个boulder b-o-r-d-e-r boulder呢 它是用Fenton的线 这边我们看一下 内定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同样的方式把它载入进来 那么它的颜色 boulder是70号 所以我们点下去之后 直接输入70 不然在众多这个方块里面 你要找到所有颜色70号的话 要一点运气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Arc 这一个是建筑线 center的线形 好 择定上去 同样的我们把颜色换成10号线 最后会有一个other ot-her 这是白色的 白色的线 7号 那么它的这一个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看看上面还有几个没有做完的 包含了dw-dm-test 这边我们就输入一个dw 也就是门窗 门窗的话是3号的颜色 再过来我们的dim dimension 这个是尺寸标注 这里用的是4号青色 最后 text 文字的部分 我们输入之后啊 给它指定为红色的线段 那这个地方啊 我们并没有去指定它了 因为这个考试的时候 虽然它会告诉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搭配出图的笔宽 但实物上的话 我们会透过出图形式表来做一个处理 好 这边都设定完成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给它跳出去 那当然我们首先来看看 像这刚上次画的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你而强的部分 所以你的线的颜色啊 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啊 改到Henry哦 那此外我们的楼梯啊 这边倒没有写到电梯啊 我们的楼梯 它同样的也是放在这个地方啊 Henry哦这个图层 这个是不是选错了 Henry哦 是一个continuous线形啊 所以刚切换过去变成了一个 这个线形是不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Henry有是一个连续线 那我们的DW应该也是连续线 那我们的DIN也是连续 我们刚刚在做这个图层的时候啊 它似乎会记得前一次的这一个线形啊 就直接套用 但在这里啊 反正对我们来讲是造成了困惑啊 好 很快速的把它修回来 还OK的啊 那再过来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啊 像这边啊 它没有指定的部分啊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黄色 大家知道它代表的是一个墙壁的线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换到Other图层 Other图层可能就比较恰当 像这个应该也是在Other图层 其他的这一个图层上 好那像这一个也是楼板的投影线 我们都一并的把它换到Other图层 好这样的话就会相对的清楚了 好这个也是 好这个也是 好 那当然这边这个Other图层你会发现到它就跟我们的楼梯的线就 呃不太一样好不太一样好所以 可能也可以把这个线啊 量的投影线把它转换到我们的这个Handreel 好所以一个图层的指定啊 对我们画图的整个逻辑啊 影响也是蛮大的啊 蛮大的 好我们回来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部分是没有完成的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152127的这一个尺寸啊 它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管道尖 好突出 那这个12797呢 12797基本上这个线啊是对齐的 所以我们务必要从这个地方的强心往上找到97的这个线啊 所以这边我们来找出它的强心 我们先抓一个对角之后啊 然后画出这条线 那这条线呢其实也就是这个位置啊 我们向上97 就会得到这条线的位置啊 那这边再往下127 那么这一个线 这个线我们把它做移动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要的这一个线的位置就出来了 再过来 这边出出去71 那这边告诉我们152 所以指的是这一条强心啊 这一个强心 那么这个强心呢它是12公分啊 所以画的时候注意 我们先将这一个部分删掉 然后我们来画出这一条强心 线啊 从这个地方同样的抓对角之后抓中点往上 相对极坐标啊 竟然挑出一个这个很诡异的固件锁点的模式啊 这个并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这条线啊 刚刚竟然挑一个相对极坐标 好这边我们看到之后啊 往右边71 就得到了这一个管道间的右边这条线啊 所以我们这两条线都有了 那么我们就再把这个线往左边152 好接下来当然就是用圆胶指令来做一个处理 你可以重复的去应用圆胶指令 至于说这个跑到里面的线段啊 我们也不用用修剪了 直接用测点的方法 就来调整它是最快的 好这边画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还会有这一个 栏杆的这一个不锈钢的爬梯 爬梯 整个来看它就是一个 两个方形 然后会 两个方形再一个长方形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啊 也大约 好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可以了 不用太 太刻意的去在乎它的尺寸 好这个要先删掉 好拷贝 大概目测一下就可以 先往外面画好了 好像也不行 那没关系我就先画 再来搬动它 搬动完毕之后 再把它拉伸回去就好了 好这个是扶手的部分 那当然这些东西啊 应该都把它当作是 Other图层 比较恰当 不然的话 如果你把它留成黄色 看起来就像是 我们的墙壁 好 再过来我们把这个门开好 这个门它的尺寸是D5 D5呢 它的尺寸是120乘以200 所以是120乘200 那么门的开口的位置 门的开口位置 这边有给我们 13517545 那我们已经知道这边是 最后的位置 我们就往上45 就可以得到门的开口 然后把它延伸过来 然后呢 这个门呢 它是120 口碑 120往上 你会看到它这个 有一小段的 一小段的这一个 小小的短墙 这边的话 大概我们量一下 大概5公分 5公分 我们用剪刀指令 把它做一个修剪 然后把这一些线 刚刚这个短线 再移到我们的 这一个图层 那这边画好了之后 如果你觉得 偷懒 你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再给它做近色就可以 因为这边看起来是 两个完全是对称的 对称的 好 这样子就把它画好了 画好 那么 这边完成之后 其实接下来 大致上就要完成 门窗啊 以及其他的这一些 西部的地方 这里我们来很快的把它完成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带 门槛的这个东西的 那门槛 我们来画这个门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画出来 首先我们先画一个门槛 这边给它来一个-10 然后门槛给它来一个4公分 好了 这个4公分 刚刚忘了给它打一个-10 所以往上跑 此外 记得 这个地方啊 应该是我们的门窗 它看起来是绿色的 我们再用拷贝的指令把它拷贝下来 然后把这个门槛画上去 那一般来讲 门槛大概会有5公分啊 10公分 这些都有可能 那我们就把它画一样款好了 10公分的门槛 再过来把这个门片画上去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刚刚我们在画这个门框的时候 有4公分乘10公分 所以整个门扣掉两个 我们的这一个 框的时候啊 它这边就剩下112 112 所以呢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门 假设今天它关起来的时候 会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然后它打开来的时候 它打开来的时候 打开来的时候就是 像这样 像这样就把门给它打开来 打开来 那刚刚门片我们画的时候 是抓到中间 所以大概知道这个门片 它是5公分 那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门片给它 稍微缩小一下 缩小个2公分 让它成为3公分 就可以了 然后来画一个弧线 画一个弧线 看起来没有接得很漂亮 没有接得很漂亮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这个尺寸 它应该是112 所以这边也是112 但是我们刚刚在画的时候 用原型是用外面的这个点 所以以至于它接不漂亮 这个时候我们推回去上面 画到这边来 当然这样的话 它就会造成这边差一些些的 差一些些 不过这个也不太重要 因为 我们在画门的时候 基本上 它是一个图例的 所以只要看起来像就可以了 剪刀 这边用删除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刚刚讲过了 它会差一些些 那么你可以 去移动它 像这样的话 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话 就把它调一下 不然的话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没什么关系 好这边同样的 这一个扫掠过去的这些东西 它应该也是 放在我们的门窗图层 将来我们就可以统一的 做一个开关的动作 这边我们就做进射 把它反射到另外一边去 就不用再画了 因为在画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量是一个 对称的图形 好到这个地方 我们大致上来讲 我们的图形的部分 应该都算完成了 剩下来就是我们的尺寸标注 以及门窗的符号 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